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今天是这个系列的第一期 我还是你们的北北 然后今天我要讲的是跳功 跳功呢 就是你要求对手指的控制特别要求高 然后要放松你的手臂肩膀之类的东西 这个我每个视频都得强调 我就不强调了今天 然后它的控制是怎么控制呢 就是你在发音的时候你给它一点力量 然后马上就放松掉 它的这个跳功的一个运行轨迹啊 它其实是一个弧形 然后很多人就是 它这个不是这么像一个像一个锐脚一样的这样的形状 它其实是一个缓的弧形 所以它运动还是左右运动而不是上下运动 最开始练的时候你可以从弦上开始起 而不要这样砸下去 从弦上开始起 给它力量立马封松掉 给它力量立马封松掉 然后它的弓杆不要太正了 弓杆太正了它就会弹得很高 然后这个发音点的位置呢 就是我说是说公子的位置啊 公子的位置就是在它平衡点左右 不要太靠上 其实这样会很难跳 也不要再弓跟跳 都会很难跳 在这个平衡点左右 我是建议的范围啊 就是在这个左右会好跳一些 如果你能在其他地方跳起来的话也可以 如果一定要给它分个类的话 我刚才讲的那个算是控制跳功 然后接下来讲那个自然跳功 自然跳功是啥意思呢 自然跳功就是不用你去 不用你的手去控制它 它就自然利用公子的重量 然后就跳起来了 当然你的食指还是要给它 给它一点力量的 就是它会自己跳起来 那这个怎么练呢 有一种方法就是可以先拉分功 分功然后你慢慢的给它加快 加快加快加快 就是像这样 它自己就跳起来了 然后关于这个每根弦的 给它的力量都是不一样的 越细的弦给它越少的力量 因为它比较 算是比较好发音吧 就是不用力量 不用那么大 它就能发出比较好的声音 然后A弦稍微多一点 然后依次类推 就是慢慢的往上加力量就可以了 然后关于它这个 蹦的这个高度呢 咱们越慢 就是会蹦的越高 也不是说蹦的高吧 就是它的相对 高度会高一些 如果加快的话 你看它这个高度 它就会变低 然后咱们控制在这一个点啊 不要来回来回它蹦 不要都这样蹦的又高 然后又不再一个点 其实你会很难控制它 就是在一个点 在一个点的地方了 跳功的基本要点和一些要素 也就在这了 很简单 很好学会 对不对 然后你一会去练 练个十分钟 二十分钟 差不多 然后你就哭了 你的身体会告诉你 臣妾做不到 这就是咱们的 一看就会 一做就废系列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们喜欢这个系列的话 请给我点赞 评论 转发 然后还有投币 然后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的话 你们可以直接加我们的公众号 Sky 音乐 分享 然后直接发给课程顾问 还有就是 你们想找我试课 咱们有免费试课的 请麻溜麻溜的过来 没了 说完了 拜